受到疫情影響 民眾使用外送平臺 來點餐的次數增加了 但是臺灣消保協會突襲抽查 卻發現在點餐平臺上 不但有高達九成的飲料業者 根本沒有依照衛福部規定 要標示出總糖量跟熱量 其中還有一間知名茶飲的紅茶拿鐵 長桿菌科超標 竟然高達一千兩百倍 懷疑可能是在送餐的過程當中 因為高溫助長機具滋生 總計透過外送平臺的二十五項商品 當中就有十九件驗出長桿菌科超標 不合格率高達百分之七十六 紅茶拿鐵外送到家 不必出門就能享用冷飲 但沒驗不知道 一驗近發現長桿菌科超標一千兩百倍 超標數值高得嚇人 臺灣消保協會抽驗市售冷飲 透過林桂和外送平臺 各買二十五杯送驗 其中林桂有十五杯被驗出長桿菌科超標 外送平臺的不合格率更高達百分之七十六 以知名茶飲的紅茶拿鐵超標一千兩百倍 最驚人 實測外送箱有的溫度超過四十三度 懷疑送餐過程高溫助長細菌滋生 拉肚子啊 噁心嘔吐這些 甚至會到最後會發燥 另外總糖量和總熱量的標示也違規平傳 外送平臺有高達九成的飲料業者沒照規定走 實體店家也被抓包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不合格率 政策從今年元旦上路沒揭露完全影響消費者資的權利 業者本身也可能受罰 記者柯成浩高雄報導